文池 郑哥 黎哥 毛澤東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呢 我不想用好怪這麼簡單的體驗 雖然很多人覺得他是大獨裁者 帶來很多災見 但別從好怪兩個簡單的角度來提到 實際在歷史上高 他所产生的影响 要全面去看 孙中山是我们国父 那就是一定是一个好人 虽然是大革命家 但是在新来革命之后 他做了很多事情非常大的争议 但是原来再看他在新来革命之后 他曾经想将国土让出去 给外国人支持他的革命 也做了很多事情 做个人崇拜 一个党国的制度 这些大家要了解 去争论一下 怎样才可以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呢 尊重历史事实 理性去分析 还给他历史真面目 去全面去看 这个人在历史里面所做的事 所产生的作用 这样的评价才有意思 素风云人物 还看历史 今天就佛旦好似是公众假期 我都省不起了 是 三十几度就很多 去到长洲壁了 你有没有去吗 没有去 没有去 我觉得今年的飘息就是政治审查 如果按照这个形势 应该是六八九下面踩着林郑 这个飘息一定会爆 是不是 上面那个写着太上皇 下面那个写着公侣 多难啊 那些人都不敢做 不用怕 我访问过那个长洲飘息的那个姓王那个师傅 他以前是 反而老董年代他就会出位一些 现在我想经过 香港现在没有这些政治幽默的了 越来越 不是 我说从长洲飘息看到那个越来越收紧的空间 那他那些人都是比较传统建制的人 也不是 以前老董那时候他都讽刺得很紧要 是不是 老董的时候可能就 那时候没那么疯 没那么疯 而且那时候每个都笑他的 每个都笑他的 而且那时候笑老董没后果 没后果 现在那个方丈超级小气 不笑他的话可能会出事 可能经常被人掃 今天就 我想叉开讲一讲林小平之前 想讲一讲郭文贵的一件事 你觉得这个人爆炸的事情 其实很爆炸性的 郭文贵他现在出来讲的事情 第一你看到自由亚洲的反应 你知道就一定是 中共没有重视 对 因为大家知道自由亚洲就是国家的机器 国家的一个部门 国家是给钱的 是不是 即是官态 所以换句上来讲 一定是控制到它 是美国政府 而当时 有谁有那么大力 能够使得他 立即中间要腰斩 一定是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一定是中国给压力 这个不用说了 这个当然是一个筹码 中间大家有交易 但是 他第一个钟头所说的 是非常之刺激 所以我就说香港这边的重视程度是不够 你看到VOA的反应是那么疯 是是是 很明显他所说的 一定是有爆炸性的 现在美国说国务要开供电会 应该要 杨建利也提出 这件事 这是第一件事 有些议员也要做这件事 第二件事 国民贵会开一个五个小时 不是 他会开一个全部 为什么不做Facebook live 联播他正在做 可能做几个小时 不用付VOA 现在国民贵好像都上路了 他说保钱保命和报仇 这次他说一定要爆炸性 以往所说的东西 很多都是中的 尤其是今次说的海南亡空 其实大家知道 他所说的东西 当然很多都是事实 股权结构是很隐蔽的 很隐蔽 但是他指出了里面的一些东西 未必知道 七八七 他里面有很多细緻的东西 就很juicy 你知道海航现在是得以至银行大股东 那是哪个大股东 得以至 得以至 但是他本来不是的 本来是海航 海南行 那是什么工会 海航工会 现在拜美其名 就说是属于海南省企业 其实用他掛名 用他掛名 海南省企业 现在怀疑郭文贵那件事 那麽爆炸性 就是说 他对了出来就是 黄歧山 家族和海航的关系 然后习近平找国安局的人去查黄歧山 这个更重要 第一件事就是 姚慶 大家都知道他是姚依林的孙 亦都是习近平的外生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但是他比较爆炸性的 就是 竟然是找他去查 傅精华 公安局的副局长 找他去查黄歧山 那么 郭文贵是怎样的 他这样说出来 是很刺激的 我想对内部来说 这个我又不怀疑 因为这个人 其实他知着草 因为他和当时的马健 国安局副局长 贪污事件有关 他根本就是在国安局里面 运的人 他根本是掌握很多的资料 因为马健就是负责在香港的事务 其实是 他上次做的 刘志华也是在香港做的 是的 这个 肖建华 不是 北京市副市长就是刘志华 就是因为关于他北京的地 就是那个 水立方的地 就是他要拿回 刘志华就阻止他 他招呼他来坐香港 就在四季里找个美女招呼他 接着就 第二天就 多角度摄影 非常精美的AV碟 交出来 他就要看看 真的 拿去中纪委 中纪委 变成AV大本营 终结果刘志华下了马 真的 路透社的新闻 中国海航集团成为 德意志银行的单一最大股东 持股比例 9.9% 即是他成为德意志银行 他买德意志银行 我刚才听说他做了这个 德意志银行 因为他们说是有三万亿 那些贪官污吏 有三万亿 那麽多 那麽怎会习近平 那些人做国际刑警的头 真是很大股 其实中国涂空国库 是很惨的 还有一件事 他真的不知道 花了下两代多少钱 有很多事情你不去做 是吗 这条郭文贵也不是好人 他当时也做过不少价格的事情 我觉得 但是他说出来的事情 也可能是事实 可能在监听你的电话 他说到 你想想在华润火炭泰古城 是呀 safe house 设计在铜锣湾 这麽具体的 那他说这些是说香港的特工 就是中国的特工 国安在香港的活动 任他听 任他听 我们有什麽料到 那倒是 笑死他而已 没所谓 不过问题 郭文贵他说 他每一次爆 他会有很多具体的数据和资料 包括哪个交易 在哪个银行 哪个账户号码 他都可以给你 这麽厉害的 所以你将来看看 我想这件事现在开始 他现在是十九大之前 但会不会被人凑杀呢 他现在请很多人保护他 好像李治衰医生那样 不过现在美国不是国家式的保护 因为他始终没有到这样的级数 现在令人完成的那些 就全部是保护的 我知道 由政府保护 政府保护 如果川普想玩起习近平 老大都拿着这些人当筹码 我认为 适当时候就打出来 是啊 郭文贵 因为他之所以轟动的原因是什麽呢 要出来的嘛 要出来的嘛 但是现在国安公安 他就说香港政府就 炸看不到嘛 我觉得这个也是事实来的 就是那些国安在香港的活动 完全炸看不到 所以我觉得那些立法会议员 应该要追问 老实说 这些事情呢 我想 即是八九十年代 已经是一直在做的 所以为什麽有些人 突然间香港政府 要炒他油 你知道了 就试过有个处长要炒他 入境处长 入境处长 当然跟这些是有关系的 有些人等一下不做 还有最好笑是什麽呢 九七前 彭定康就移动梁敏燕 入境处长 九七后 所有入境处长都做保安局长 你有没有留意 包括叶刘淑仪都是 其实入境处是很重要的 一个入境处 一个海关 我估入境处 警处不再说 我想现在是由中共指挥的 我觉得不是由保安局指挥的 我想是这样 他有很多东西 他有关键的时候 他有些人在里面 不会做事 我觉得 因为我已经收过一些投诉 入不了境 不是入不了境 他入不了境 跟着出去的时候 就找人把他套上车 那些多数不是香港人 多数是跟他有关系的人 就是在执行他的所谓家法 但是他完全是违反了香港的法律 就是说入境处里面 有些人 是中容他们这样做 我那个投诉就是 那些人穿着便衣 就去中日 那边放那边被人夹 那边夹的时候 那边夹的时候 幸好有人知道 买好机票去摘 大声喊 冲上去 那当然有律师有什么 那他才脱下衣服 现在问题是这样 我们当然要 这些东西非常关注 有什么要出声 但问题是 他目前还未曾公开地说 我是喜欢这样做 我是喜欢抓人 如果这样就更死 我估计很快 你看看王振文说的那些 说话的态度 很快就已经 他连一国两制的遮收报 都扯了 那如果是这样 香港就做不到他要做的事 他自己和王振文都说 香港有个价值 老实说 你现在集资 老实说 香港是最可信的这个制度 第二件事 你脱人民币脱换 就是透过香港的港币兑换率 它有稳定的作用 其实今天我们回看一会 和我们讲这个邓小平 真的很吹吹 你刚才说的那些说话 我们现在播一播 1990年 六四之后 李嘉诚 去中南海见邓小平 嗯 究竟两个人的对话是怎样 你听回真的很吹吹 1990年1月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 李嘉诚 这一年 他85岁 85岁 曾经进予他 所以我们每次去感动 上次去感动 吗 赶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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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过去 你终于就会 não 他那是识查 李嘉诚先生问起中国政府对香港政策的连续性 邓小平说 他说短期不变,长期也不变 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更加没有道理要变 这个就是1990年,大家都忘记了邓小平四川口音的普通话 要保存香港,还要多几个香港 是的,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邓小平的公语国 其实在香港人心目中,对邓小平很纠结 这个人,你说一面倒骂他的,也不是现实 一面倒赞他的,大家也不会这么做 因为他事实上有很大的污点,尤其是六四问题上 不过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 但他在80年代,香港人心目中的地位相当高 是 在89年之前是很高的 所以当时来说,有很多人问,对回归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有些人都觉得可以争取民主,推动民主呢 第一,当时的一件事很简单 他说得很清楚的,他的性格 他说,建国三十年了,当时来说 他说,还能给你十八年 他说,如果我还不收回香港 我们就变得比满清更坏 历史罪人呢 变得比李鸿章更坏 这些事情是没得谈的 他说没得谈的 他说,什么都可以有得谈的 一国两制无法谈的,这件事也很清楚 我相信他当时的这个决心,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觉得,你说他阻止回归 或者用另一个方法来去延长的 当时来说,也不是很现实 因为共产党一开始的立场,已经很清楚 很清楚 1979年,麦里奥访华已经知道 已经很清楚 所以戴卓尔真的不太认识 不仅是邓小平的性格 还有当时整个中国的问题 他们最基本的国策 当时来说,他已经走着一个道路 他觉得很有信心 但他又不会在这个问题上的让步 不可能续弱 但是当时,如果什么都可以 不可以呢 即是侄侄搏照批跨越九七的地权 不要主动拿着这个东西去跟共产党谈 因为他们一跟他们谈的,他一定会在不了台 他一定要收回 即当时静静静静静靠静静靠去 我相信不会 共产党也要停止 我相信 即会主动提出来 即会主动提出来 还有英国人也不行 因为新界那里是不行的 那条约 因为新界的条约是到1997年 那英国人又不能够不做这件事 如果大家不谈的话,你更惨 因为你到了接近90年的时候谈就更麻烦 直接会崩溃,整个信心 如果当时谈不定 所以当时八一八二年谈不定 开头的时候,他有些时间去调整 然后有些时间再去做一些稳定的工作 所以其实都是一个在历史上 一个挺奇迹的事情 当时来说,从人心崩溃 差不多就是信心崩溃 在八二年的时候 那些美金跌到十对一 抢购消息市场 罗德成叫人家去买护照 他搞个大门门 接着那些人走,接着拿居应权 一直到后期 还有一个六四的震荡 但是你竟然想不到 到了1997年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是有这么大的盈余 地价这么高 很多人又回到香港 他都算是很顺利能够支撑得到 整个个都 整个盈余都不错 挺厉害的 两方面 两方面,当然英国有配合 我觉得回归前很多问题 都是共产党错判的情况 他宣夺英方有很多阴谋 我觉得 彭命康有很多阴谋 公共福利开支 新机场工程 十大建设 全部都是阴谋 而制造这种阴谋论给共产党的 就是梁振英 因为当时 老平身边的重要谋神 其中一个是梁振英 另外就是钟瑞铭 方黄吉民那些 你想想 全层 反而不是曾德成 曾玉成那些 一直在港澳办身边拍针 其实是我刚才说的那些人 这些才是一直 以专业人士身份 中方信任他们 包括对土地问题 公共财政等等 政府开支的看法 然后一直靠阴谋论 上位这些人 所以你说 撑得住的原因 我觉得是 英方管治的意志 还没崩溃 你想想 如果是葡萄牙佬 我告诉你 去到新机场工程国志 根本已经玩完了 当时你想想 亏几小票 机场工程撥款的时候 你想想立法会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没进 你九五年 我九五年进 但是那时候来说 亦都是因为在八九六四之后 马卓安肯去访华 我知道 但是马卓安去完之后 那些左仔还卡住 机场工程 没有了 大小已去 所以就把卫义逊 我知道 但是那时候 如果马卓安去之后 基本上已经给了绿灯了 是的 上面开了绿灯 问题就是下面卡住 所以卫义逊 其中一件事就是 带畅安访华之后 机场工程仍然有阻滞 所以才换彭定康 来打个牌 换章 转章 但是我说彭定康来到 不是比环境更差 跟中方的关系更差 所以我说 回归这个顺利的问题 我觉得 主要贡献不在共产党 共产党是一个破坏的角色 这样 分几件事 你想想彭定康 那时候拆位直通车 那个临时立法会 你记得老平来香港咨询 最勇武就是那时候 冲击临时立法会咨询会场 在外面烧车胎的时候 你想想 那时候的环境不太好 当然 英国人的管治的能力和意志 都是很严重的 我觉得 能够 我这个很惊讶 到6月30日晚 到6月30日晚之前 那一两个月 仍然如此有对应 而你可以说 那群官税 其实不知道 这个卷戀职民地 如何都好 都是基本上 多尊重执政的 香港人支持 你真是想不到 梁振英 连第一天上任 都没有他十分之一 梁振英 所得到的尊重和支持 就是尊重 那问题就是 你靠阴谋论 打小布 他上位的一些政客 你没得比 当然大家的风范 那方面都没得比 文明的水平都不同 而且我说彭定康 他有几手 当时的管治 他只是看大的 小的东西 他真的顺利 本地的技术官僚 你想想 那时候 92年到97年 不只是政改 那麽简单 不是立法会 选举的问题 那麽简单 他是整个行政系统 将它更新 推行服务承诺 今天我们很多 现在香港的公共服务 仍然未倒退 不过就是这样 跟彭定康有关 那麽简单 但也不觉得 我希望这些文件 会出来 当时 老平这班人 就很震怒 觉得英国人在幻影 就觉得中国应该如何来到 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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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反击 即是在那段时间 你这麽不行 于是在里面 就莫冲一次 大家觉得 如果冲击 那些人的信心 又有危机 那麽 于是乎 就去找邓小平 我听到这麽说 那麽裏面有些学者 和我交流 就告诉他 他找邓小平的时候 邓小平就问了 两个问题 问了两个问题 那麽时候 1993年 你知道他已经没有公开活动 他就问他们 第一 他说 英国人所做的一切的事 有没有表示 他准备不将主权交给我们 即是准备不移退 那麽他说没有 他说这麽就没有 那麽不移 他跟着第二个问题 他说 所做的事 会不会 使到 我们97年之后 不能管治 即是换句说话来说 他做的事 但不了 我将来拆掉他 可以不可以 他说 他现在所做的事 那麽又不是说不行 那麽又可以 那麽又可以 那麽他说可以 他说这个时候 英国人管的时候 让他管 联合声明 港明管到97年 我们不要管他 97年之后 命起牢租 若果是这样的说法 命起牢租 这个字是否 鄧小平说 不知道 不是 当时是否在私人的指示之下 说 类似的意思是这样 他有个做完 没什么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 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把主权回归中国 这是一个命题 总之你把主权 可以完整交给中国 然后你不会做到 那些事情 破坏到 交给中国 都没有用的 他说 没有这两个问题的话 不要管他 小善 这个就是反映到 邓小平的性格 所谓的无实主义 很果断 和他看东西 是看好大陆的 他说 你现在搞他有什么意思 他意思是 你看看就对了 你搞他有什么意思 只有那几年 事实上高 完了之后 他拆掉你的直通车 临时立法会 临时立法会 但是他又不是很重手 以后永远临时立法会 又不是这样 跟着 人权法都没动你 你记住 他剷了几条私人条例的重案 人权法都没动 所以 你都不能说 他完全对香港 是非常粗暴 不算 因为我认为 邓小平 他不是一个 以色形态挂岁的人 是 他就是很problem solving 事务主义 他是处理实务的人 但是他也有很软的眼光 但他不是以色形态的 不是 所以我觉得 他这样的决定 是很邓小平的style 很邓小平 所以说 人们都说 他要问完两个问题 他答案就出来了 有什么大不了 他说小事 托他管下去 英国人的东西 留意一下邓小平 虽然他刚才见李嘉诚那段片 常常说想去香港 但在英国主权下 他一次都没有来过 是 他都很清楚 到死他都没有来过 是 他是97年2月死的 还有一件事 你记住 头头扮二八三年的时候 所谓的统战 希望那些人支持回归 那你就越说越大 你知道你有儿子 甚至说到 不用驻军 换之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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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之国旗都可以 不用驻军 他那天就发火 其实那段很好笑 如果你拍出来 公开认识 这个 那个 外长黄华 以及 这个 耿彪 国防部长 胡说八道 他就这么说 他就香港问题上高 他只能那边说话 他说我说得 赵紫阳说得 港澳办说得 他说全部没有发言权 他说黄华耿彪 这两个人胡说八道 他就被他骂到真的 你看看那个画面 那个时候 是被名嫌 对着和他一起 嚇到被名嫌 那样 那样 他这天留下的时候 个个定了 什么事 他特地说的 这番说话 所以他的东西是很清楚的 你不要胡说话 他说很多东西 有条界线 他跟老毛最大不同的地方 他阳光气很重 他很光 而且他是很清晰的 他就不会这么多阴谋诡计 这个人 当然他有局限 我们对邓小平的认识 有一个盲点 我们认识的是八十年代 或者七九年之后的邓小平 所以八九年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很多人寄望于邓小平 会对学生往开一面 支持赵紫阳 当然的结果就是悲剧 而我觉得七九年之后的邓小平 和七九年之前的邓小平 是很不同的 就是说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 我们都不认识邓小平 我们认识过一段的邓小平 其实是他晚年的邓小平 那个已经是很不同的了 我就觉得 其实 也有 当然这个世界 没有说每个人都看得准 但我相信有一个说法 有些人认识共产党的历史 和认识共产党这类人民的说法 从头到尾都是一致说 邓小平是没有变的 在这方面来说 就是党要维护党的专政 继续能够维持到江山 这是最重要的决定 凌鸽一切 因为他是一个列宁主义者 是党组织的化身 甚至寧与亡国都不能亡党 我告诉你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今天 他和韩职一样 仍然生活在列宁式的体制 就是因为邓小平 就是邓小平的体制 到今天还是四个坚持 所以当年八九的时候 有些人说 为什么不能跟赵紫阳 透过民主法制的轨道 来解决呢 有些人说做不到的 不一定的 怎会做不到 不过问题是 你能做到赵紫阳的方法 你的体制就会改 你的体制就会改 共产党不能完全专制 一定要开始 人大要有选举 其实他自己在谈 接着你就要有很多制衡 但是由于邓小平 由头到尾说得很清楚 没有三权分立 中国人不搞这套 美国人自己打自己三权分立 美国可能使得 中国是不会用这套 所以他那套 四个坚持中 共产党专政是最重要的 对他们来说 我觉得这个没错 今天 你可以这么说 中共的历史里面 邓小平的影响大 就是毛泽东 其实 你看到 如果邓小平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 由79年之后 走到89年 十年 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出了鸟龙经济 物价改革已经闯关了 已经过了 下一步很明显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如果不是邓小平一个这样的 所谓忠贞的列宁主义者 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特性 其实中国这二十年三十年的发展的路 不会是这样的 是的 这个肯定是民主的不幸 有很多人说 这个等于中国不幸 有很多人拗 中国不可以犯民主 我不拗这些东西 但这个肯定是民主的不幸 当时来说 其实你看到 89年的时候 那个政治局常委 最后投票的那五票 那五票 有两票是反对戒严的 就是赵紫阳和胡启立 有两票是赞成的 就是李鹏、姚、伊林 有一个弃权的桥石 桥石的征法 负责征法 特务投资 特务投资 都弃权 还有 在开始戒严的时候 有整班将军都反对 整班上将 八个十二个上将 热飞、杨德志 整班上将 再加上杨将军 是写信要求 不要戒严 不要派军队进去 跟着市民去挡住三十八军 亦是史无前例 军队从来不会进来北京城 除了打仗的时候 他没有进来 所以请你三十八军回去 终于围着三十八军走 所以当时 如果不是邓小平一意孤行 有些人说李鹏去到 李鹏去到 实权在邓小平那里 当然 赵紫阳建哥、耀巴喬夫 已经说了 当然 陈文那些人都支持他 这个不再说 但是 如果当时 没有邓小平这个铁的意志 有些人这么说 中国的铁公司 就未必会这样 我相信这个月星镇压 是不会发生的 他的成与败 如果不发生的话 当然 中国的经济 即是会有政治改革 可能经济未必是 搞到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资本主义 但是肯定不会这样贪污 肯定不会这样贪污 我们看看邓小平 究竟他怎样看自己的评价 他很有趣 他说他不会写字转 也不会留下自己评价自己 最好就是由历史 怎样去评价我 但是他在1980年 接受一个意大利的记者 叫做法拉奇的访问 他提出了 在1980年8月21、23日 两天的访问里面 记者问他怎样去评价自己 他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 一半是功一半是过 但是怎样可以说我一生问心无愧 你一定要记得我所说的 我是犯了不少的错误 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 我也有份 只可以这么说 我是好心犯的错误 不犯错的人是没有的 他还有些说话就是说 毛主席也犯错 我有份 但是毛主席犯的错是很少的 他说过 还有一件事 他永远说 他不会放自己 在毛主席之上 是不可能的 所以毛主席说自己是七三开 他就说自己对半开 他就对半开 你明白吗 这个人 所以他一世人 为什么老毛也不太厉害他 老毛的程度 他很忠于毛泽东的人 是啊 其实是的 你看一下五马入京 1952年 当时的几大地方诸侯 五个局 东南国西北 因为49年后 共产党是这样的 全国分开五个局 由他们去逐个局 因为还有很多国民党的残兵 党政军习以一身 那个局 譬如邓小平就是西南局 就是负责云南四川 贵州和西藏 劉伯承拐和何龙 就是去清招国民党的部队 西南局 西南局 和处去西藏 是 东北就是高江 就是姚秀石 是 西北就是 是哪个呢 还有華中局 華南局 这个是习仲勳 不知是哪个局 习仲勳 习敦的老头也是 因为习仲勳 其实据计都是西北 这五个地方的诸侯 鼎偷 那邓雪 是你们一起 1952年 就去北京 所以叫做五馬進京 就是高江 姚秀石 鄧小平 習仲勳 鄧子恢 五個山寨王 一起進去 地方諸侯 就要談談如何去組織人民政府 當時高江就以為毛主席不滿劉少奇 因為林毛澤東跟他說過的事情 對劉少奇有私下的批評 就以為帶這五個人一起 自己有 五個諸侯 一定支持他 他進去就想要取而代之 對劉少奇和周恩來 誰知道當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就發覺全部元老都站在劉少奇那邊 原因是高江本身 大家不要以為他被毛澤東搞好人 其實高江也是一條混蛋 因為他也是相當之左的 有多少個不是混蛋 哈哈哈哈 你繼續 這也是史太林的走狗 所以老毛去鬥高江 其實不只是共產黨內鬥那麼簡單 老毛鬥人是很陰 也是清早蘇聯派在中共裏面的人 你叫了高江 撩了高江出來 高江咬咬咬咬咬咬咬 公開批評劉少奇的時候 他就走了去 老毛走 走去杭州 歸世界 blunt way 我覺得他是會得很齊的 然後就整趟聯手就拼 rhyme 他們也找鄧小平拿和200個 因為鄧小平在五個諸侯裡面 鄧小平是其中一個人 我就由鄧小平開刀 寫一個報告 然後鄧小平接判了組織部 是 feliulov 後便是 feliu elli 是嗎 他鬥倒高江 máriu 石反黨集團之後 鄧小平得到毛澤東第一次重用 當時在1954年 鄧小平入任中委秘書處的負責人 以及組織部部長 兩個職位 組織首席的位置 就給了他 後來他就書記處書記 做了十年書記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認識 不是無緣無故的 其實很多人錯過了一段 很多四川人到今天還有記憶的 就是五十年代 在四川進行的縮反 鎮壓反革命 以及土改 是全中國裡面血流成河的 鄧小平西南局負責 就是整個鎮反縮反裡面 處缺的人數 是幾百萬 連毛澤東都害怕 叫鄧小平 叫他不要這樣 因為鄧小平是絕不手軟的 絕不手軟 毛澤東就說我的戶口沒那麼多 你不要這樣殺 殺下去的話 待會回來再講講 反右也是超標現成 待會再講講